刘嘉玲当年被绑架照片流出,摆平事情的并不是梁朝伟,而是她。 一提起刘嘉玲我们就会觉得是女王啊。 气场特别的大,并且拍的香港电影也特别的好,吸引了不少的粉丝,并且人气也涨了不少。 近几日刘嘉玲28年却被绑架的消息爆了出来,很多人又将进行了讨论。 当年的刘嘉玲我们都知道特别喜欢打麻将,并且在赌场还得罪了不少人,在一天晚上被一些黑帮绑架了。 那个时候梁朝伟特别急忙地找她,最后破旧后就一直陪着刘嘉玲身边,并且一直鼓励她不要陷入黑暗。 也是十分用心了,希望两人能够互相珍惜。 善待彼此,给对方更多的爱。 刘嘉玲在当年香港娱乐圈可以说是幸运的,但也不是幸运的。 那个时候她刚进军娱乐圈是个好时机。 但是前景并不是很优秀,虽然经典影片中都有她的身影,可是都会被其他出演的女星妙杀。 那个时候和梁朝伟的爱情也是娱乐圈的一段佳话,彼此扶持对方很久。 在当年有件事情也是影响刘嘉玲好久,一直走不出来。 就是刘嘉玲深夜和朋友聚会的时候,在路途中遭到绑架。 虽然刘嘉玲释放的时候没受伤,但是也受了非常大的打击。 但是身边的梁朝伟也一直在她身旁陪伴她让她释然。 梁朝伟固然是她精神支柱,据悉陈惠敏帮了刘嘉玲不少囊。 当时是她去找绑架刘嘉玲然后拍照那些人的老大,对方把照片给了她。 后来她将照片转给了梁朝伟,事情才已平息。 然而一直傲娇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的刘嘉玲依然高贵地活着,还是非常的优秀,还是那个完美的女神。 谢谢大家朋友们。 谢谢大家。 bed